大家好,又是我媽寶了 明晚又有媽寶,現在有時間拍片 講起上次我的媽寶,很幸運,中了 也有拍一百三十多元 但因為我有講會選兩隻 後面臨時要替票 後來我沒有要我原本在Youtube拍了 用了潘頓那隻,變成是贏了錢 我在群組那裏也有發上去 有時候我都講,因為那天也有講 潘頓那隻是新馬,又沒有炮過 看那些票應該是有機會的 但因為不到熱頭,我就不敢說 但那天我有點不幸,因為太忙 如果我有看到那場,而後期變成兩倍,我就更加有信心 對年後馬步就肯定會買重 可惜那天也不是買得那麼重 因為我在跑之前已經買了,所以變成是贏少了些 如果不然就贏很多 而且,上兩集我都講了 以後我都會買三重彩 那天已經是連續 今次是剛剛星期日那次,就是第三次了 剛好,但我不是買很大 買五元廚,所以又還買了 那又是幸運了 所以我買20大和第二次了 大家好,拍攝好你們 大家好,大家好 大家好,大家好 我回到我的重彩 那天,雙方 當102 我會有數三次,2次,3次 都賺到 而雙方 也賺到3次 所以我贏了 double so and i i wish you know this coming uh tomorrow and i still can do the good job for for everyone also for for myself too 那就是这条三重材了 但是我只买了五元了 因为呃 现在我都是 初步我都会买五元 但是有机会可能会再提升到十元的 那么 那个人7号就赢了啦 1号就是第二啦 4号就是第三啦 那这口虽然是二 但是都叫做有钱赢啦 那变了我买了已经是第三期啦 就是刚刚没有输没人啦 都赢了12元左右啦 希望继续就可以赢多些啦 那希望 如果你是有兴趣的 那你自己都可以再买三重材啦 那么 那就呃 那个口虽布呢 我后面就是买了 呃 翠翰两只啦 2和7啦 那就是再写买个7啦 那这口虽布就7号 那就派一百三十几元的啦 那就派一百三十几元的啦 那么 骑士王啦 那我这个礼拜都 上礼拜都有买的啦 那虽然买的不是很多 因为都是惊惊地的 那我都觉得 骑士王多总可以买的啦 啊 这季度 你 know I just start to buy the jockey challenge too and still okay you know but still not that easy and I bet for two hundred dollars and only make fifty six dollars but at least win the money uh for coming this wednesday I pick up race six and uh number three number four number five number twelve and uh race seven I pick up number one and you can see I circle number one here and then I will try to explain why I do it like this later okay 那么 那让我快点吃那个 thing 哇呢 那我就会买第六口马步呢 那就是三四五十二 計四个同 Goodnight vessel the day 夥估第七唱呢 就是一號 那这里呢 我有写着的一号 我稍後解释给你们 Esta cofили NIK 那刚才我凡卿激 我就挑了一号 那咏 回antis那样 刚才我说第七唱就挑了一号 一号 那种呢 就是Vildohäng 一号是喜迎宝 我上次也有买马宝 很可惜跑第三,但输了很少半个马位 为何我这次又会买它? 这马一定有状态 赢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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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 但今季已经跑了三次 有一次是第六,一次是第四 然后上次是第三 我认为何必须要有交代 已热过两次 我认为何必须要有交代 那次是第六,第一次是第六 第一次是第六,第一次是第六 第一次是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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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他都会赢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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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觉得它应该会有个交代 至于第六场 我就选了三四五十年 刚才你们看到有个圈子的一号 为什么圈子的话 我觉得这只马都有机会 我先排除它 其实这里三四五 其实我 我挺喜欢这里的首位 叫敬力威龙这只马 梁家俊奇 目前是有6.8倍的 我觉得它有很大机会 在这场场上应该有机会 就算是认不到 也应该是三甲 其他的马 我可能都会 喜欢这只 诺曼组合 莫来拉 甚至乘性 它现在只有6.1 这只马是怪怪的 到现在我都看不出 为什么它两次都跑第三 而且都是很近的 所以这两只马 基本上我觉得 不是这只就是那只 接着就是 有只四号 双子棍 双子棍 也是近过的 但是 我也觉得它是第三个势力 都应该是好的 这三只马 应该走不掉 它虽然是8.3 配率是好的 对于何宅尔来说 我觉得 配率冷一点 它也会 博得精神一点 接着就是12号 就日月章 就是潘顿棋 现在是7.9 看起来 机会率就好像低些 其实这马也可能可以 有机会 都会有机会 不过我会放在第四位 至于第一位 1号 我会放在第五 我要看它临墙的配率 因为现在是5.2 如果冷 就可能值得博的 OK 那么 它这只马 就在正序位 现在转到韦达 韦达 很多时候 都可能会博的 所以我都不敢说 它不行 这里就变成5只 OK 这样 如果选择 就是先选择3 4 5 12 1号 就放在第五位 那你个下 自己有 就是喜欢哪个心碎 那你自己买 那 还有就是 如果你是 加入我的群组 那我到时候 如果有什么 心碎的话 我都会发上去 那记得 我的群组 我没有收钱 这就是我的 QR Code 这就是我的QR Code 那你如果想加入的话 就可以加入 OK 祝大家好运 So Good luck for everybody Bye Goodby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